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21年 中国诞生了共产党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927年 人民拥有了子弟兵 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前不久 我们隆重庆祝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 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正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回顾百年征程 中华民主赢得独立解放 迈向伟大复兴 始终有赖于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 英雄的人民军队 一路走来 中国军队充分赢得党的信任 人民军队党地兆 成长壮大党培养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支军队的命运 与一个政党如此紧密相连 从诞生之日起 中国共产党率领的人民军队 历经硝烟战火 付出巨大牺牲 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 为中国人民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 建立了不朽功勋 强国必须强军 军强才能够安 进入新时代 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 在党的领导下 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实现历史性突破 强军新军事业 不断开创崭新局面 正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六军队的目标 阔步前进 为实现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坚强保障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主国完全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 使之不渝的历史任务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任何分裂中国的企图 都不可能得逞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军队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一路走来 中国军队充分赢得人民战役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中国军队始终坚守 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主谋服性的初心使命 哪里有敌人 哪里有危难 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 抗击疫情 中国军队劳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唯令而动 勇挑重担 敢打硬仗 为全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做出突出贡献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军部队以革命老区 民主地区 边疆地区 连偏特困地区为重点 定点帮扶4100个贫困村 帮助92.4万名贫困群众脱贫 从抗震救灾到抗洪抢险 从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到协助地方做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工作 人民军队牢记来自人民 根植人民 服务人民 始终与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 新联系 一路走来 中国军队充分赢得世界尊重 世界好 中国才能好 中国好 世界才更好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坚定力量 国际维和方面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 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自1990年至今 以累计派出维和人员五万余人次 参加三十余项联合国维和行动 沿海护航方面 2008年至今 中国已派出38批护航编队 100余首次舰艇 赴雅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 抗议合作方面 中国军队已向数十个国家军队提供防御物资援助 或派遣防御专家组 并向巴基斯坦 柬埔寨 蒙古 摩里塔尼亚 几内亚 莫桑比克等多国军队援助新冠疫苗 面向未来 中国军队将一如既往开展国际军事交流合作 积极履行同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责任和义务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力量 中日两国一一带水 文化交融 利益交汇 是无法搬家的邻居 发展好中日关系 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对地区乃至世界繁荣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去年以来 两国防务部门克服疫情影响 继续开展各层级各领域交流 为维护双面关系稳定发展 做出了积极努力 两国防长成功举行视频通话 就加强高层交往和务实合作 积极构建建设性双面安全关系 达成重要共识 中国国防大学与日本防卫研究所 成功举办线上战略安全研讨会 两国防务部门 还就建立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 保持密切磋商 明年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我们愿同日方着眼大局 把握大势 加强战略沟通 推动防务领域交流与合作 妥善矛盾和分歧 践行互为合作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 以开放 合作 共赢的心态 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 共同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 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由于我们来说明 互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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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关系